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母记古典乐团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月早餐回报的时间了 刚刚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试图致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 柴克福斯基 所以今天的早餐呢 我现在闻到了非常多的番茄味 因为这是一个俄式罗宋汤配 俄式面包的早餐 我们的来宾就是编辑安俊 各位姆塞克的读者大家好 我是安俊 为什么这次挺安俊来呢 因为其实安俊本身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柴克福斯基迷 对 确实是 因为讲到柴克福斯基 姆塞克的资深读者可能知道就是 之前在2013年的时候 安俊就有歇国一期关于柴克福斯基的特契 那个时候呢 是属于我们30作曲家序列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曲家 如果说到更早之前呢 其实早在念大学的时候 安俊主持的广播节目 就有请使妖去跟我们分享过 关于柴克福斯基交详区的内容 对 就是安俊讲了一个类似 15年前的事情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想要去找这个广播呢 其实找不到的哦 我们这一次涵盖了柴克福斯基非常多的面向 比如说交响曲 节奏曲 管弦乐作品 或者是室内乐啊 钢琴作品等等 所有的创作类型都放在里面 可是如果再熟悉一点点的读者 可能就会发现说 我们真的都放了一些大家听过的部分 比如说像是柴克福斯基你讲交响曲一定是讲456 几乎每一年我想在台湾一定会有人演过这样子 可是123好像就没有 很难得听到有人会来演 比如说节奏曲一定是柴克福斯基第一号钢琴节奏曲 可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他也写了第二号跟第三号钢琴节奏曲 对 他还有二跟三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略过不停呢 难道就是欺负他们真的很不热门吗 这些被我们漏掉的曲子呢 大家不要担心 他们即将在下一期继续登场 这期焦点放在大家很熟悉的曲子里面 可是这期的内容也蛮好玩的 即便说这些曲子 大家都已经这么熟悉 可是我们还是有可能在这些文章里面 看到一些之前根本不知道 或是不了解的柴克福斯基身为作曲家的面相 对 其实这些东西很有趣的 尤其是各位主笔们都身怀绝肌 他们就会写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这一次请到公事要主笔来帮大家 习关于柴克福斯基的故事 他虽然也是写生品 但是他会有一些打脸作曲家的部分 让大家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柴克福斯基 例如说他会告诉大家 柴克福斯基在刚出道的时候 怎么样去向前辈做曲家 逃牌去寻求认同 或者是说他在整个生命故事里面 是怎么样的前后不一 可能今天他说喜欢这个 明天他有说讨厌的歌 如果说大家对于柴克福斯基的个性 有一点了解的话 就会明白他其实是一个很内向 但是又有蛮多矛盾的人 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被埋藏在很多书信啊 过往的记录里面 但是需要有心人去爬书 才会让我们去看到一个更加立体 更加有些有肉的柴克福斯基 如果有用现在话讲 就是公式要除笔一把 才会不知机那时候用的 勒乱截图下来 有了 有一点下 当作呈堂正控说好 为什么说他是极欲讨派的新秀作曲家 或是为什么他是这个 表里不一的双面作曲家 对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蛮好玩的 因为这样你才会觉得 哦这些作曲家跟我们一样都是 有血有肉 有七情六欲 这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写这些音乐 跟我们可以这么的贴近 我们一听就会觉得很感动 像这次因为我帮忙翻译 德纲指数老师帮我们写 节奏曲和拐弦乐拳的部分 我个人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翻到了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 德纲指数老师说 日本的音乐杂志啊 在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年前 曾经做过一次调查 问乐迷还有音乐家说 最喜欢的携奏曲是哪一首 你最讨厌的又是哪一首呢 结果没想到 杰勒夫斯基的携奏曲 是最讨厌的 而且是两首上方 对然后就是想说 天哪这首曲子明明很长的 在音乐会被演出 而且几乎每一个 你叫得出名字的演奏家 一定都会演出这两首曲子 怎么会被选为 最讨人厌的节奏曲呢 那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可以在杂志里面看一下 不过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理由 也是某程度有点说服我啦 就是在于说 为什么会成为最讨厌 有可能是因为乐迷的缘故 因为毕竟大众都是非常喜爱 这两首写奏曲的 我觉得他们去讲了一些不同的面向 而且也可以让你重新的认识一下 这些材克夫斯基 我们很熟悉的作品的角度 大家其实也不用觉得太过于奇怪 就是所谓的这些资深乐迷 为什么会不喜欢这两首写奏曲 如果说大家后来读到 我们杂志上面的专文介绍 就会发现这两首写奏曲 可怜的当初他们提现的对象 也都不喜欢他们 那像芭蕾舞配乐 我们的主笔林伯杰 非常的贴心喔 帮我们写了快速天鹅湖剧透 顺美人剧透跟胡桃前剧透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听这些曲子听很久 大家也朗朗上口都叫得出来 或唱得出来其实取的名字 这三个芭蕾舞剧到底在跳什么 真的有人知道吗 其实芭蕾舞剧很多时候就像歌剧一样 它那个故事呢 到底本身在讲些什么 然后合不合逻辑 通常在那个很美妙的芭蕾舞 还有Tchaikovsky非常催人的音乐之下 大家就忘记了 这一次透过林伯杰的主笔 非常精彩又幽默的文笔 大家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 芭蕾的创作故事 芭蕾舞剧是如何把芭蕾配乐 有点像提升 因为过往的芭蕾配乐 大家都会认为 反正就是配合演出很随意的写的音乐 那他是怎样把它提升地位 成为日后也很重要的一个乐种 我一直喵到安俊有偷偷藏了一个鸭香包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身为柴蜜 你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东西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期杂志里面 竹笔有提到的内容 对于一个柴迷或者是平常 喜欢听交响曲的人而言 在柜子里面一定会有的 Tchaikovsky的录音收藏是哪些 其实跟这一次竹笔提到的录音 安俊手上的手掌跟他蛮雷同的 就是这个穆拉文斯基跟圣毁德堡爱乐 那个时候叫列宁格的爱乐 留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 Tchaikovsky 456号交响曲的录音 这个封面跟竹笔提到的那个封面 有点不太一样 是因为这一个录音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名 所以他再版了很多次 那每一次可能有不同的封面 那这个版本安俊本身也很推荐大家 如果说对于柴交响有兴趣的话 不管是没有听过想要作为一个入门的版本 或者是您是一个行家 可是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 都非常建议去点听看 因为他可能是目前安俊手听过的 最优俄国风味 真的是很有那种俄国团特色的一个版本 另外一个呢也是非常著名的版本 跟柜拉文斯基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这是Yansons跟奥斯洛爱乐留下的版本 Yansons本身是柜拉文斯基的学生 在2017年Yansons来的时候 请他在现场为我做了一个签名 所以这个是指挥家亲自签名的一个版本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你是个愿民 欢迎来母子一个工作 就有机会得到指挥家的亲笔签名 这次是我们一起听过的柜拉文斯基 那下一期会是怎样的一个呈现呢 我们就敬请期待咯 母子里早餐汇报下次再见 拜拜 今天早餐汇报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按个赞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对于这次柜克夫斯基的特技 非常的热爱 想要进而了解更多俄国作品的话呢 也欢迎购买我们有越出版的 战斗吧漫画俄罗斯音乐舞 里面虽然没有柜克夫斯基的故事 可是有他非常多同时期 或是说比他晚期的俄国印加的故事 而且是用漫画的形式呈现 非常好看 那么母子早餐汇报下次再见咯